欢迎来到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了系列 由这一届游文乐主演的高峰国产鬼片 第一届 阿强是一名巡逻警察 某天深夜 他正在一个地下停车场巡逻 这时 一辆轿车急迟而来 阿强拦下轿车 司机是一个戴着眼睛的重年男人 由于男人没系安全带 阿强给他开了一张罚弹 男人正准备离开时 阿强突然发现 轿车的后备箱正在渗血 出于职业敏感 阿强趁男人不注意 打开了后备箱 一如一连的 竟然是一具女士 还没等他把枪 男人就先开枪打倒了阿强 随后不慌不忙走向他 举枪打断了阿强四肢 阿强身中受枪 无力反抗 可就在这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轿车后备箱竟然自动打开 那具女士居然自己坐楼起来 还对着两人撕开了自己的喉咙 男人当时就吓傻了 阿强趁机捡起枪 把男人给打死了 随后昏迷了过去 49天后 重伤的阿强 重疑醒了过来 从上司那里得知 自己打死的那个男人 竟是个连环变态杀人犯 他打死杀人犯 原本立下一功 但耿着的阿强 在他的案件报告书上 坚持说那具女士坐了起来 哪怕上司这三案事 他依然坚持口供 上司也有点生气 以他得了创伤后 一级障碍为由 把他调去了杂武科 职位不声反降 阿强无奈拿着入职单 找到了杂武科的办公室 与其说是办公室 还不如说是一间破仓库 刚到杂武科 就接到了一个案子 说是一个游泳馆 出现闹鬼事件 由于科长暂时外出 案子就交给了阿强去处理 阿强来到游泳馆 一进来就觉得这里硬生生的 就在他四处查探的时候 一个长发小女孩 出现在游泳池边上 阿强似有所感 回头却又什么都看不见 原来老头是这里的管理员 他告诉阿强 自从上个月 一个八岁的小女孩 在这里淹死后 游泳馆每晚都会出现 诡异的哭声 阿强不信鬼神 他开始四处寻找线索 来到供水房后 一个男人 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这人正是杂武科的科长健哥 健哥就让阿强去看看滤水口 阿强把手摊下去 捞起一串长长长的头发 原来是头发堵住了滤水口 才会发出类似女孩的哭声 随后健哥对阿强 说出了杂武科的第一届 第二天 阿强和健哥又接到一起报警 他们来到一家养老园 护工告诉他们 四号床的婆婆 陈仙很喜欢看电视 三天前去世后 这里的电视 就总是一开一关的 十分可怕 健哥听完 就和货工一起出去检查开关 而阿强直留在房间里 四处检查起来 他刚来到冰床旁 就突然出现了个老太太 但一秒后 就不见了声音 阿强还来不及反应 屋里的电视机 就自动封起了画面 更加诡异的是 电视机的插头根本就没插上 这时健哥走进来 告诉货工别一声一轨 是因为对面住户的电视机 和这台电视机是同个牌子 所以那边换台的时候 这边电视才会有反应 离开养老园后 阿强直问健哥 为什么要骗人 那台电视机都没有插上插头 不可能是遥控器的问题 健哥却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就走了 经历了这么多事 阿强开始怀疑世上有鬼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他这次来到游泳馆 他四处寻找 想证明鬼的存在 看阿强这么努力 暗处的小鬼 当然不会让他失望 于是 阿强终于相信世上有鬼 他昏昏恶恶回到家 善解人意的女友 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阿强疲惫着 投进女友的怀抱 这时 女友在他耳边悄悄说道 好嘛 虚惊一场 知道自己快要当店后 阿强非常高兴 第二天 他找到上司 同意修改案情报告 想调回警队 因为杂务科 老是和鬼打交道 实在危险 他不想自己的孩子 一出生就没有父亲 这时 健哥也来了 兴高惨念地 订阅了自知性 原来 健哥在杂务科 已经工作了15年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 和自己老婆也离了婚 因为阿强的到来 健哥终于有了接班人 可以离开杂务科了 然后带着前妻 远走高飞 阿强想调回警队的冤枉落空 只好继续工作下去 健哥也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理直 在这段期间 他们又接到一起任务 来到一家飞气的影院 做调查 健哥一进来 就和影院管理员交谈 劝他搬离这里 但管理员死活不肯 要和这家飞气影院共存亡 这时 一个地产经纪人找到阿强 说自己是报警人 因为影院要拆除 但中修功能 总是见到奇怪的东西 接着他问阿强 你同事在何时说话 阿强不解的看过去 明明健哥就跟管理员在说话 可当他转过来 看向镜子时 禁止你 禁止又健哥一个人 阿强这才反应过来 管理员不是人 就在这时 管理员看到那个经纪人 就是这个经纪人 要想在他的医院 他生气的朝经纪人走去 随后花出一堂黑夜 直接上了经纪人的身 回到杂午科后 健哥终于告诉了阿强真相 原来这世上正有鬼魂存在 杂午科的存在 就是为了掩盖真相 避免造成社会恐慌 阿强终于接受鬼魂的存在 让他知道 鬼魂人一样 有好有坏 他开始行走于城市中 猎上那些怨气急剩的鬼 空闲的时候 还会回到养老院 和老婆抱着鬼魂一起看电视 过了一段时间 阿强来到医院 拆除手臂上的石膏 但他竟然发现 手臂上被刻上一段数字 11805A 他想找到为他打石膏的护士 但医院说 那名护士已经辞职 而接下来的几天 又发生了极其诡异的案件 一名女孩 站在天堂上 用绳子缠在自己脖子上 嘴里不停说着 好玩 好玩 随后以一种奇异的姿势 上吊致敬了 一名女孩在自己家中 将自己溺死在了浴缸里 在临死前 他拨打了闺蜜的电话 当闺蜜赶到时 女孩已经死亡 闺蜜急忙上前砸看 可就在下一秒 女孩突然睁开眼 抓住了闺蜜的手臂 闺蜜随即被鬼上身 剑哥和阿强接到报案 当他们赶到新场时 却意外的发现 天堂上吊死的女孩 曾经接触过 给阿强打石膏的护士 而那个淹死的女孩 和吊死的女孩又是好朋友 由此他们判断出 这些案件 都是同一只恶鬼所为 在淹死女孩的家中 他们找到女孩的手机 试着拨打最后一个通话时 接通电话的 却是一个女警 旁边坐着的 正是女孩 那个被伤生的闺蜜 女警告诉阿强 他在一所女子高中内 两人急忙赶到女子高中 在一间教室里 一个女学生嘴里边说好玩 边用圆规扎自己大腿 然后捏嘴一袖 扎向自己的脖子 在倒地的瞬间 又接触到了另一名女学生 阿强想要开枪 可可没分不清谁被复生 就在这时 一个女学生站起身 疯狂了往外跑 阿强追了出去 可却发现 女孩并没有被复生 而在教室里 健哥正查看受伤的女学生时 一个女孩突然出现 这女孩健哥认识 以前经常给他送外卖 健哥不敢大意 一直用枪对着他 让他离开这里 就在这时 被复生的女学生站了起来 女孩为了保护健哥 毫不犹豫地扑倒了女学生 在倒地的瞬间 健哥知道 送外卖的女孩也会被复生 面对这个为了救自己 而被复生的女孩 健哥犹豫了 正当他难以决这时 阿强赶了回来 对着女孩就是一枪 可没打中 女孩急忙逃离了这里 他们追着女孩 一路来到天台 可接下来的一幕 将他们俩都吓坏了 一个女警赶来 结果被其中一个女孩抓住了手 立马就被复了身 打死了一个警察后 抢到警车逃离了这里 阿强急忙追了上去 追到一个路口后 女警故意将车停在路边 随后打死了一个路人 趁阿强检查路人上市 用枪点住了她脑袋 这时阿强电话响起 女警让她接听 电话里 同时告诉阿强 她查到11805为那串数字 是一招罚单号 而开罚单的人 正是阿强 这时女警也开口说话了 女警正得意羞辱阿强时 阿强趁机抖过枪 可就在这时 两名刑警赶了过来 看到她拿枪对着警察 当场就将她安在了地上 被复生的女警 也消散离开了这里 终于解释清楚后 她立即往家里赶去 因为她害怕恶鬼 会伤害自己的女友 大家注意这里 从阿强推开家门时 电影就出现了中结局 我们先讲第一个 阿强回到家 发现女友安人无恙 但不幸的是 杂午客的另一名同事 却被杀害 恶鬼还留下循守医 约他们在舱空见面 第二天 本是健哥临职的日子 但想起那名 为自己而铲死的少女 他过不了心里那怪 便跟着阿强来到舱空 在舱空里 两人约定 一会儿不管谁走近 都要开枪打死他 可没想到 第一个来的人 近视健哥的前妻 阿强想开枪 但健哥却不想爱人被杀 他让阿强给自己三分钟 他要和前妻再跳最后一支 一举舞弊 前妻突然紧紧地抱着健哥 缓缓倒在了地上 当健哥再次回头 已经被恶鬼附射 他用最后的理智 怒吼着让阿强开枪 阿强别无选择 一身枪向后 健哥倒在了地上 第二天 阿强成了杂午客长 而刚刚发生的一切 都是他提交的案情报告 阿强回到家后 看着家里摔败的植物 躺在床上的女友 他走过去 闻了一下女友 随后回忆起了事情的真相 这就是第二结局 也是真实的结局 那天 他冲门赶回家后 发现女卿的尸体躺在浴缸里 被附身的女友 突然出现抱住了阿强 二狗也吹了阿强的身 随后他杀死了杂午客同事 并留下血手印 当他和健哥来了仓库后 他直接开枪打死了健哥 而健哥的前妻 根本就没有去过仓库 回忆完这些后 他将手里的烟头 按在了阿强女友的背上 一点点戳灭 而本是去客的女友 却流下了痛苦的泪水 电影的最后 健哥的前妻 沉船离开了这座城市 而变成鬼魂的健哥 则一直跟着他的身后 这部电影 一句话总结就是 一张罚单引发的血案 最后居然是恶鬼完胜 强烈要求退出第二部 剧情我都想好了 变成鬼魂后的健哥 找到了那只恶鬼复仇 然后给他又开了一张罚单